謝謝大家 這是Family Informal的Session 所以大家就隨時想到什麼 也必定只要劇名都可以匿名提問 匿名提問的好處是說 因為劇名的話要主捨常常都一些 你上網來心理無疑的問題 匿名的話常常會收到一些比較有意思的題目 所以大家在滑手機也沒有人知道是你問的 歡迎問任何題目 如果你看到別人問的那些想問 你就按讚就可以了 那讚數越高它會浮到越上面 然後浮到越上面的題目 我們就會像這樣子highlight起來 然後就跟大家說5萬 然後就把它archive 掉 大概是這樣子在處理 我們待會進行的方式是說 因為40分鐘 我們大概先花5分鐘左右 我們就在行政院裡面 跟社會創新有關的一些工作 先跟大家分享 那分享之後我們就直接切換回來 然後就按照這上面的問題 按讚的數量來就是進行討論 那在過程裡面 這個大家都隨時歡迎追問 那新聞的問題都會在底下這樣跑出來 所以就像聊天室一樣的這樣的應用 那過程之中當然隨時還是很歡迎舉手 或者不舉手 我們就可以進行實際的一些討論這樣子 那所以我想我們還是先看一下 就是我目前我在院裡面負責的一些業務 我是數位長 那大概到院裡大概一年半左右 那做的事情大概簡單的來講 就是當所謂工夫的工夫 就是去陪著各部會的朋友們 一起去經歷這段叫做數位轉型的過程 那在數位轉型之前 我們就是行政院 行政院你可以把它看作是一個 院本部是一個統合各部會的 在那邊協調的角色 我們發現就各部會在數位轉型之前 就跟任何大型的NPO一樣 你可以把31個部會看成30個NPO 變一個要賺錢的中央銀行 那就是說這些不同的NPO 都跟大型NPO一樣 它也有它的社會使命 然後年度的實證方針 就是它想要做的事業 那但是在這個過程裡面以前 他們因為是紙本 然後因為是有很多階層性的東西 大家比較不擅長直接去對 以厲害關係來做溝通 那所以呢 大家腦中的上個世紀的治理模型 就差不多都是長這樣子 就是說好像社會上有一些不同的生意 有公共利益 有一些個人利益 有開發的利益 有環保的利益等等 有各種利益關係 那這種利益關係 政府扮演了兩個很重要的角色 一個是說扮演組織者的角色 就是透過代理爭執 透過各種各樣子的設計 讓你有不同想法的人 能夠互相連結在一起 至少不要斷掉 大家能夠看到彼此的主張 那第二個是政府 常常扮演一個仲裁者的一個角色 就是確保說雙方的利益 能夠達到某些平衡 多方利益達到某些平衡 不會有地方受損太多 就是一個arbitrary的一個角色 那這個治理模型 大概在最近十年 大概都已經 基本上是可以說是幾乎破產了 那這個洛威可能有聽過 美國民主退潮就是一個字 就是democratic recession 那簡單講就是說 我們發現越民主的國家 那大家對於政府的信任度就越低 聯盟自由越高國家 那大家就越不相信政府 那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這十幾年來 包含mobile internet 包含social media 有很多新的發展 讓社會上面 大家根本不需要透過代議政治 或主流媒體 就可以組織起來 你隨便一個hashtag 就組織十萬人上街了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政府本來的組織功能是比較 比較沒有那麼被需要的 這是一件事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因為各方的利益關係 自己組織的能力都非常強大 所以政府如果試著在中間用這種 好像我是一個zero sum 然後我要做一個裁決的方法的話 那因為雙方或各方的壓力太大 所以這個繩子很快就拉斷了 那所以大家就會覺得說 各自跟政府的距離 也許並沒有變得比較遠 但是呢 因為人民之間自己組織的距離 變得非常非常近 所以因為這樣東西相對上覺得 政府的反應會變得非常慢 會不會距離比較遠 所以我們現在在做示威轉型 比如說全球媒體 我們大概做的事情 就是說我們政府就不再問說 或者盡量不要再去問說 我要怎麼組織社會的力量 或者是說我要怎麼樣進行仲裁 相反的我們問兩個完全不同的問題 把我們自己當作一個平台 或者一個空間 那這兩個問題第一個就是說 如果大家有各種不同的想法 各種不同的利益 有沒有一些價值 一些發言 是至少大家都團一 有沒有一些common value 那第二個是說 如果只有這個 對公共有意義的 這些common value的話 我們基於這些value 有沒有可能找到一些東西 是對大家都是好的solution 就是solution for all 所以common value跟solution for all 就是我們現在在 引入社會轉型的時候 我們試著帶這個公務會 不要自己好像全部都已經規劃好 然後再出來 然後發現怎麼大家都不接受我的好意 然後都要上街頭 而是說在一開始還沒有這個很明確的想法的時候 就跟大家進行這個具體的對話 那所以這件事情其實我們在具體來講 在就是行政院裡面透過很多的機制在做這件事情 那像今天大家很多這個我剛剛看到很多關心的 是它比上說我們的創新法規山河的這個機制 那這個機制 我不曉得在場大家熟不熟悉啦 我們目前有一個金融的實驗沙河 就是Finted Sandbox 我們在下個禮拜就會有一個叫做AI Mobility Sandbox 就是無人載菌的沙河會送到立法院 那之後還有地方性的沙河就是Regional Sandbox 那個我們目前在積極的草迷當中 那Sandbox的意思我用非常快速的方法講 就是說我們如果目前的法規或者法律 讓創新的人他想要照顧某個地方和我們社會的需求 但是卻被政府找麻煩 所以他是要解決社會問題 那我們造成他的問題的話 那他可以寫一份申請書說 目前的哪些法律哪些法規造成他理念上的困難 他希望說在接下來六個月到十二個月裡面 我們用一套新的他想像中會比較好的這種法規來做 那這個時候呢 中共今天只要覺得說他可能有社會的利益 我們就可以跳一段時間然後去進行實驗 在這個實驗的過程裡面呢 我們就會去consult各個不同方面的這個利益關係 據說你現在進行這樣子一個實驗 好像說無人車在某個地方開始開了 他到底有沒有解決社會需求 他在治理上面能不能accountable 就是說發生事情 他能不能夠去解釋給旁邊的人看 能夠聽得懂 他對這個環境是好事 還是他造成環境的一些外部性 然後以及他到底他的營運模式怎麼樣 這個營運模式是可以實驗的 那過了六個月或最多十二個月之後 如果整個社會都覺得說這真的是一件好事呢 政府以前都是當作擋路的 現在是就是陪著大家過了六個月到十二個月之後 那政府呢就有這個義務去改變我們的法規 那如果現在是需要送到立法院要調整法律的話 那按照金融沙盒的設置我們可以延長到三年 那在這三年的時間裡面他就繼續做實驗 但是當立法院修正了這個法律之後呢 大家就可以很fair的進入這個trade 但是如果到最後整個社會發現說 這真的不是一個好主意 那我們就感謝這些創新的投資人 幫大家付了學費 那下一次就再用試用另外一種方法來處理 所以這個看起來非常簡單的一個治理模型 但是後面其實是有非常多就是地方政府 中央各部會已經做這個法規釐清的團隊 怎麼樣陪伴大家 讓大家是引領我們的法規上前的這個做法 所以我們在AI的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即使還沒有這個法規通過 這不是幫特定的副市長打廣告 我們接換到MIT 就是說在我們這個法規通過之前 我們其實就已經用現有的法規的一些room 在做這些實驗 像這個是MIT跟北特大合作的一個無人的三輪車 那這個其實是已經在我們的台北的 就是空總的社會創新實驗中心在那邊開來開去了 那這個是完全是Open Source的 任何人都可以去改造它 北特大學生做了很多的改變 那它的特色就是說 因為它用的是行人的路圈 它又開得很慢 所以撞到人也不會怎麼樣 那我們是在撞得很不會怎麼樣的情況下 做一個概念叫做Code Domestication 就是說我們是好像人跟狼 這個要互相演化 狼要變成現代智人 就是雙方學著說發生事情的時候 怎麼樣我們也能夠了解一下 從無人車的角度來看 這個情況是怎麼樣 無人車也學一下說 他們在這個過程裡面 怎麼樣讓整個社會更知道說 它看到的事情是怎麼樣 當雙方有這個互相習慣的時候 就可以形成叫做Social Norm 就是一個社會的一個常模 在這個常模裡面 我們就可以一起去看說 怎麼樣是安全的 怎麼樣是可以接受的 然後慢慢的這些創新的朋友們就知道說 它要怎麼樣反應社會的需求 然後我們的法規就可以於是俱進 所以這種Regulatory Co-Creation 就是特別是邀請我們交通部 不認識的無人載居 它可能開一開飛起來 它可能是陸海空三用的等等這些東西 進來 那它也不是限制只能載人 它也可以載貨 基本上就是在主管部會的想像之外的 那這個時候它就可以去找經濟部 那經濟部會幫它科技部和交通部 去做這方面的釐清 所以這種Co-Creation的概念 我想是我們目前做的社會創新的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驅動的方法 就是說我們一開始就問說這個創新 到底解決什麼社會需求 然後這個創新能不能整合進法會加工 是靠社會上的利益關係 來一起處理的 那所以這邊是算是一個開場吧 好那我有答應說這個 Jo就回來看 那一開始有一位David想問說 在參訪這麼多信通公司的人 哪些公司的AI運用 是覺得很值得跟大家分享的 我其實就幾個禮拜前才剛從Seattle回來 那當時是包含去跟微軟去談說 他們接下來在台灣要有100到200個AI的研究人員 他們要在這邊有一個AI Lab 那其實各個細谷公司都發現說這個西雅圖 或者是San Francisco 他們那邊的人才差不多已經爆滿了 就是說其實搶人認賞非常嚴重 那台灣有一個很大的特色 就是說我們如果看我們的AI台灣的這個網站的話 網址是AI台灣.gov.tw 大家就可以馬上看到說 第一個這個以前gov.tw前尾的網站 都有一種特殊的美學 那我們現在至少比較趕上 國際上面的這個網站的排版了 對那所以我們未來這種一站式的對話 用英文做說明的包含一下 AI台灣,smart台灣,bio台灣都已經上線了 那未來可能綠能啊等等這些部分 都會有這種就是比較符合網際網路美學 而不是這個gov.tw.w.美學的這種東西 會在上面跟大家講的比較清楚 包含我們的一些發展的方向 包含我們最近辦的一些event 最近可能會有AI Talent Program 就會實際的讓大家看到說我們怎麼做產業出題 然後讓學習AI的人是具體的去解題 而不是好像以前都是特定的法人在train 但train的過程裡面 都不一定有把業界需求放進來 我們都做了很多調整 但做了很多調整的時候 有沒有一個一站式的方法 讓大家看到我們的方向 是不是這個網站想要處理的事情 所以我這次去西亞特高漢去跟微軟 然後去跟Uber Uber正在測Uber Air 就是開一開會飛起來的那種 垂直器這樣的直升機 又或者是說我們去OpenAI 他們也是在做AI Safety的研究 AI Ethics的研究 那這些部分他們都覺得說 台灣有一個regulatory co-creation 這個program 對他們來講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因為在亞洲的很多其他國家 他就會只有可能他們的政委或部長 覺得有必要做的那幾件事才做 是非常top-down的 那民間有需求的時候 其實沒有一個人有系統的方法去做反應 那我們現在就是說 讓每一個地方他能夠提出需求 那我們透過Sandbox 來滿足這種就是regulatory co-creation的需求 所以這個他們是覺得很innovative 然後我們也有跟MIT Media Lab 實際合作的這樣一個經驗 所以這是一個我覺得很promising的一件事情 那當然就是說我自己在工作上面 我一下跟同仁在講的就是說 我們在公共服務的過程裡面 我們要透過服務設計的這個概念 去找到我們所有的榮工 那我們凡事公務員花很多力氣去做的 好像說意見資料搜集的這件事情 我們有很多東西就可以去交給AI去做 那舉例來講像去年的5月1號 很多人會說包水軟體在Mac和Linux上非常難用 那我們的做法就是我們實際上 所有這些complaint的朋友們 然後具體去搜集他們到底在complaint什麼事情 然後邀進來 然後用工作方的方式 然後一起去co-create 今年度的這個包水軟體 那像這個過程就有很多線上的意見 我們怎麼樣把它不是noise 而是設計起來變成signal的這樣子一個做法 那這樣子的做法其實也是AI可以幫助的 像2015年底的時候 當時我還是行政院的專案顧問的時候 當時在Uber建立台灣的這個案子裡面 我們就有用AI來facility大家的討論 當時我們問大家說 你對於自用車載客 然後用一個手機平台派車這件事情 你有什麼感覺 那每個人都可以寫出自己的感覺 並且看到他的Avatar 在他的Facebook或Twitter朋友中間 到底是一個相對在一個什麼樣的位置 所以每個人其實只要連上線 然後你對別人的感受 考慮像說乘客的保險很重要 你是同意或者不同意 你隨著你按你的這個人像 就會在這些cluster中間去做移動 那如果你回答了幾題之後覺得 我有一個更好的 更能夠讓大家同意的一個提案的話 那你就寫下來讓別人來投票 那很有意思就是說 如果我們在一般的Facebook或PTT上的話 我們常常就發現說 有些很衝突很激化的東西 會浪費掉大家很多的時間 在back and forth 但是我們在這種 因為有一個AI 來moderate conversation的一個情況下 我們反而可以接觸到更多的意義關係 而且經過三四個禮拜之後 幾乎都是長這個形狀 就是說最controversial 最激化的這些東西 雖然看起來 如果你是去別的social media 好像佔了百分之九十幾的時間 但事實上它並沒有幾個divisive argument 反而是各個群組都可以同意的 因為我們說如果你提出了 好像說所有人都能夠同意 super majority的這樣子一個argument 我們就同意把它拿來跟Uber 跟台灣大社隊 跟這個建設工業公會去談談 所以大家都好像是競賽一樣的去試著提出 大家更能夠接受的consensus的argument 所以在這樣子一種convergence based 就是能夠收斂的空間裡面 大家就比較能夠收到我們具體 可以去跟大家一一對應 然後在這個公開有直播 所以講的話也不能反悔的這樣的一個情況 去把大家的這種出戶共識 收斂成具體的這個法條或者法規 那當然就是說我們在Uber的案子 或在Airbnb的案子 或是時候的非常多案子裡面 我們當然都碰到一個困難 就是說當爭議很大的時候 報紙是投版報導 但是當這個爭議解決的時候 都是第四版 然後第五版去報導 所以大家比較不會知道 是我們已經用這樣子的方式 透過像電子連署的眾員平台 等等這些平台 其實已經非常具體的在處理了 很多這種就是共識一開始發散 接下來可以收斂的這件事情 所以從我們角度來看就是說 以後每一個這種regulatory co-creation AI要怎麼樣融入社會的東西 我們都有一定的自信 我們可以透過這種方式去把大家的疑慮去收攏 然後以及把大家實驗六個月之後的這種感受去收攏 然後這個東西這個beta 對於所有想要做實驗的新創團隊或AI團隊都非常的有用 而我們這個過程裡面用到的 AI的技術 Mixed Reality的技術 各種Civic Tech的技術 這個本身也是很多新創公司正在做的事情 所以我們等於同時是把這種公民科技 也讓它有一個實驗的場域 所以這個其實也是AI的應用 而且從公務員的角度來看 我以前是要一個一個接電話 一個一個立委或議員來跟我索取資料 然後我就是應接不暇 但現在等於有一個公用的平台無常回應一次 他就幫我放大給類似關係的人都知道 那這個對公務員來講 其實是節省他們時間 也幫他們降低風險的一個做法 所以這個是我比較想跟大家分享的 那David想要知道說 發展AI不是一個單純的技術議題 它還有資金的流動 文化上的適應法 會上的編格 或者整個供應鏈的體系 目前在AI產業的發展 還需要做一些什麼 以及優勢是什麼 優勢是什麼 其實我剛剛大概已經講了 就是說我們目前AI的一個發展的情況 其實就有點像是 在牛頓出現以前的造橋的這個技術的情況 或者化學技術的情況 就是說我們大家試著用各種不同的material 然後有人覺得放個橋墩會比較好 這個用什麼拱形會比較好 這個用什麼拱形會比較好 但是目前在AI的學界 並沒有一個所謂通用性 就是generalize AI的這樣一個理論 來reform這個學界說 我們怎麼樣是一個通用性的跟我們人一樣 可以自己決定自己學習發展的這個方向 價值判斷等等 我們還沒有這樣子一個技術 而且目前也看不出來說 怎麼樣會跑出這樣的技術 所以AI目前就好像是人腦裡面的 個別個別的中書 聽覺中書 視覺中書 語言的一些中書 我們把不假思索能做到的事情 移到身體外面 然後讓它能夠批次處理 可是這個東西怎麼樣拼成一個 generalized intelligence 目前沒有誰有什麼概念 所以我們現在在做的事情就是我們盡可能的去看 社會上所有的這種不假思索的很榮的事情 然後這些事情裡面我們能夠用哪些部分去把 這種各種不同的社會需求 這是聯合國委員區發展的目標 它等於是一個各種社會需求的 有點像度威 實境威 變麻法 就是各種共同的世界共同的社會需求 都可以用幾個阿拉伯數字來表示 那我們就是實際去看解決這些社會問題的朋友們 他碰到哪些事情是目前非常labor intensive 那在這些labor intensive的情況下 我們導入machine learning 看怎麼樣去減少很榮的部分工作 讓大家focus在人間的溝通 判斷等等這些事情上面 那台灣的特色就是說 我們在做任何創新的時候 都有各種不同vertical的人一起進來看說 這對我是不是比較好事 所以在台灣成立的創新 它比較有可能去scale out 或者是scale deep way 那如果你是一個非常top down的人 你是一個特定的政治環境才能做的創新的話 在台灣基本上是比較不容易的 所以我常常跟大家分享的都是說 民間自己透過數據分析 自己透過machine model 自己去解決一些就是 所謂自己國家自己救的問題 像這個是G0V的臨時公物觀測網 它是透過很便宜的IoT device 叫做空氣盒子去做PM2.5的sensor 然後跟空物品質的模式的描述 那這個其實它的概念就是說 政府環保所還來不及布那一萬個點的時候 而且布了大概也不會布在我家陽台 所以我還是想要知道說 離我生活近的地方 它的空氣品質是怎麼樣 可是你沒有辦法靠每個區域的幾個點 就知道說它到底哪些是境外的 哪些是移動式哪些是非移動式的 所以最後還是要有一個平台 去讓大家把所有的資料都倒上去 這樣子各種不同老師的model中間 才能夠彼此比較 所以從這樣子的角度來看 我們一向都是採取一個 打不過就加入的一個方式 所以當民間已經做到這麼好的時候 我們就是在國網中心去設這樣一個平台 所有data都可以倒上去 然後又請工業院去做一些 國產的精密的PM2.5 sensor等等 但是整個目的就是說 以後你要做分析的時候 你就不需要自己去download各種各樣的data 而是說你可以把你的code上載到 這樣子一個中心來 然後我們就在這樣子一個container裡面去執行 然後這樣子我們才能就事論事的去討論說 你空氣品質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那當然這個東西它的社會創建模式 非常容易擴展 所以就全世界都來使用 那這個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因為它綜合了剛剛講的 Data Analytics, Machine Learning, IoT 然後各種不同 crowdsource等等的這些技術 那在亞洲的很多其他地方 如果就是不要說2000個觀測展 大概到50個就被請去查水錶了 或者就被消失了 因為它畢竟真的是威脅到政府的公信力 那當然我們在這邊是採取一個 真的是打不過結果的一個方式 就是說我們絕對不會覺得說 民間的公信力高過政府是一件壞事 我們覺得說我們的言論自由 集會建設自由 這個是我們的asset 那我覺得這個其實是在試AI 就是每個人在try各種不同的方式 好像一個swarm一樣 然後大家出類狂動的時候 非常需要的一個創新的一個土壤 那我覺得我們至少在亞洲 在這一點上面是還蠻unique的 那至於就是在產業發展上面 我覺得另外一個可以做的就是說 去把AI有能力掌握這樣子技術的人 跟產業實際的這個需求把它放在一起 那這也是我們在AI台灣計劃裡面 特別去強調的就是AI for industrial innovation 就是把產業創新的題目 跟這個AI的這個training program 把它加在一起 然後去有系統的每年去deliver 超過100個solution 那這個很快會有一個記者會 專門講這件事情 那整個目的就是我們不會是關在學校裡面 我們就是從做工學 而且讓它養成一個AI的技術一直在進步 所以我這邊一直去檢視說 我的工作裡面有哪些融的部分 得上一個習慣 那這樣的好處就是在教育上面 我們就不會大家過於認同特定的技能 所謂的技能導彈的這個 跑在軌道上大家要跑第一名的那種 互相比較的狀況 而且說大家都可以問說 我要做social mission是什麼 那在裡面這個工具人的部分 可以被人性工具取代 那很好啊 我就進去更creative的這個工作 所以這個在社會文化上面呢 是一個翻轉啊 就是說大家不是去競爭去做特定的技能 而是說去比著我們怎麼樣把需求轉換成 我們可以讓吸引cold machine learning 進來的這種綜合性的技能 那所以這個是我們不管是教育體系 勞動體系或者剛剛講的產業的這個innovation的體系 大概都需要去進行調適的一件事情 有三個想要知道說 第一交易評刺高單價的產品或服務 如何收集數據建立模型 在AI發展上面有沒有類似的成功案例 這是非常好的一個問題 確實就是說當我們說big data的時候 它的意思是一台電腦放不下的東西 那但是其實很多東西是一台電腦就放得下的 所以它充其量只能叫做small data 那但是這個small data 它也是當然有價值的 我們也會想要去做分析 但是就不是用傳統上的unsupervised learning 你可以為它一堆東西 讓它去找沒有試的這個方式 我們目前看到比較容易的一個做法 往往都是說你去結合各種不同的data 你剛才的那個空氣品質的那個案例 就是說如果某一個地方它的sensor就是很少 那它也沒有辦法有一個有效的這個趨勢模型做出來的話 與其去硬要去布很多sensor 另外一個想法是說你結合旁邊的別的東西的sensor 好比像說氣象局 它其實對於不是只是空氣品質 它空氣裡面很多別的東西 好比像降雨啊 它的各種weather就是meteorological data 或者是說水質就是水資源的偵測 或是說每次災防的就發生的時候 大家會自己report東西 或像甚至地震地質結構 運震結構等等的這些東西 其實我們去盤點的時候 就發現說這種抑制性的sensor 其實是非常多的 那你要同質性的 全部資料對齊的這種sensor 固起來是比較困難的 所以就我們剛剛講的 Crowsexport的heterogenes data 就是抑制性的data 這個東西我們先收進來 收進來之後 我們怎麼樣子讓 在地的那個就是computation的運算 就能夠去綜合各種不同 抑制性的data 然後去把這些抑制性的data 做出一定的判斷 那這個我們在edge 就是在中端的時候 這個叫sensor fusion 就是說大家都收各種各樣不同的 sensor的資料進來 但是我們像人老一樣 做出一個綜合判斷 這個是一個目前很active的 一個research的題目 那我們到就是資料中心的時候 這個叫做抑制性的data 那抑制性的data 同樣的我們也需要跟以前 不一樣的這個model 就是不是你事先建立 每一種不同的sensory data的模型 而是說你先全部匯集起來 然後再建立一個整合判斷的模型 其實我們自己就是人類 我們在空間裡面走路啊 在做互動的時候 其實就是用這種sensor fusion的方式 去進行判斷 只是說我們目前 因為AI之前的研究 好像都是speech歸speech 這個image歸image 這個每一個部分 每個中枢分別開發 但是我們現在 在下一步的很多的research 都告訴我們說 我們是越multimodal的話 我們在每個單一的mode裡面 就越不需要那種非常大量的這個beta 但是你要問我成功案例呢 目前這個因為是active research 我還沒有辦法跟大家講成功案例 但是我必須說就是說 像剛剛講的那個民生公共物聯網 我們的做法並不是說我們挑一兩個學者 而是說我們先把這種fusion的平台 建立出來之後 我們跟民間爭見 那任何能夠創造的social impact的這種case 我們都非常願意去就是進行輔導 所以如果想要知道目前正在try 但是不一定非常成功的例子 就是工作的方向的話 那其實可以考慮參考我們的presidential hackathon 就是總統被社會創新 hackathon 那這個就是總統政見裡面的 大家覺得比較重要的一些工作 那我們讓有資料的人來找數據分析 或者AI的研究人員 我們讓有研究能量的人來找 他們以前一直要但是要不到的資料 那我們一年這次是挑了20隊出來 然後讓總統府來當PM 所以以前新政院調不到的 像中研院的資料就比較容易調 那在這個情況下我們就試著去找出一些pilot case來 所以這個大概在6月7月左右 我們會有第一批crop出來 那這裡面的很多題目都是剛剛講的 就是綜合各領域的資料 每一個都沒有很多 但是加在一起去做出綜合判斷來 那今天因為時間關係的話 加很多細節 但是可以有空的話看一下這些 總統被社會創新的歌頌 他們具體的一些例子 改理想知道說透過網路蒐集一件事 或產生selection bias 如果觸及平衡較少使用網路 非常好的問題 首先就是說有兩件事 一個是說我們是active的意見 不是passive的意見 這是一件事 那另外一件事情是 我們是bring the consultation to people 不是bring people to consultation 那這也是另外一個要強調的事情 怎麼說呢 我們為什麼訊號還想有一點看一下 有沒有backup plan 有沒有限定用 好 第一個是說我們現在 就是好比上說大家在polis平台 或者在join平台 或者甚至我們這個slido平台 都有一個特色 就是說你不能互相回覆 不能互相reply 我們的research calls 我們說只要你不能夠互相reply 大家的focus就會在 我怎麼樣比我看到的意見 找出更好的意見來 但是呢 如果你能夠互相reply 大家的很多人的focus 會在我怎麼樣去摧毀 到這個意見的可信度上面 所以就說一個是正能量 一個是負能量 一個是負能量 是完全不一樣的一件事情 那所以我們在做 就是說把大家引導到 這種conversion的空間來 而不是說讓大家在那邊 破壞彼此的可信度 那所以說我們也是可以 就是杜絕掉一個問題 就是說大家常常常 知道說有很多人在做 sentiment analysis 就是說去看PTT上的留言 去看Twitter上的留言 然後去看大家對某件事情 它的感受是怎麼樣 但現在的問題是說 第一個說文字探勘 你很能去區分說它到底是sarcasm 還是什麼別的 就是說它是不是真心的在講這個 還是只是在洗版 那第二個是說我們在留言這些的時候 我們並沒有覺得我們真的在參與民主程序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這種passive data aggregation 其實它是蒐集到大家 可能不是在往公共利益想的那一面 但是事實上我們在公主程序裡面 我們希望來的人是不只是想自己的利益 也是想公共利益 所以我們一個人每天隨著心情好壞 會有比較好的時候跟比較不好的時候 但是當富南要充滿的時候 被蒐集的時候 這種passive aggregation 它會形成一個feedback loop 就是好像最近的劍橋分析這些例子 就會變成是說你是passive的蒐集 你也不知道是在被蒐集 那所以想要影響這個決策的人 其實它就會給什麼呢 給所謂precision persuasion 就是說很精確地想要透過廣告 或透過關鍵字 或透過一些controversy 去誘導大家往更激化的方向想的 這些場上它會得利 但是我們如果這邊是說 你要到這個地方 而且你知道說 我們是在為了公共利益進行討論 找到共同的價值的話 那它會encourage 就是比較能夠讓大家的意見 形成共識的這些場上 而不是去做perservation的這些場上 所以這兩個空間的性質 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說 雖然我們在join這個品牌 就是join.gov.tw 其實這已經是台灣的政府的 第二大網站了 我們目前2300萬裡面 大概有500萬人左右 快500萬人有在這個網站上面 所以其實是sizeable population 那它的active的人次 活躍人次好像也是 都是1000萬上下 所以其實並不是一個小眾的一個網站 但是我想要講的就是說 我們在裡面是一個完整的政策life cycle 從提點子 就是大家可以去提 從報稅軟體應該要改善 到台灣的市區應該要改到跟日本和韓國一樣 這個forange都可以提 另外一個就是說 那當它形成政策 變成一些法規法律預告的時候 我們會在眾開講 預告60天所有的法規命令都會在上面 那最近上線的是所謂的來監督 就是各部會自行完考的1000多個計劃 每一個計劃它辦理期 開了哪些標 花了多少錢 它的達成率如何 通通都會在上面 所以在上面的時候 每一個都可以變成social object 那你在上面提問的時候 承辦就可以直接來回答 你不需要透過所資啊 或者什麼之類的程序 所以我想這整個life cycle 都是希望說 任何人他只要有一點點時間 他就可以在這上面提出問題 但是當他需要面對面的去凝聚的時候 好比像說我們之前常常有一些公民的提案是 我們要去恒春去那邊增加他們的醫療的能量 那我們就是去恒春那邊開會 好比像說去澎湖的南方四島 他們在那邊的就是捕魚的朋友們 跟國家海洋公園的朋友們 有一些這個不同的value 那所有這些東西 我們都是帶著網路上的這個發散的一些想法 但是去那個實際的地方去做收點 所以從當地的居民的角度來 這是一個town hall 他永遠都是說 我們本來就會面對面辦的這個東西 讓它的能量放大 而不是說我們好像用網路來取代掉 這種面對面的溝通 所以這個是我們實際的做法 就是透過ambient technology 從他的角度來看 他還是只是在他住的地方 在市政府或者在鄉公所聊天 但是他講的這些東西都會忽然變成便利 忽然變成這些網路上的這些資源 讓在台北的或在其他地方的朋友們 能夠進行去討論 所以這個是我們目前實際的做法 那我再多說一個就是 我們在台北目前有專門做這樣子的一個空間 它叫做社會創新實驗中心 Social Innovation Lab 那Social Innovation Lab 它在空總裡面 它在建國華室旁邊 那對我來講 因為我住在新一大樓 就是工業局 就是它在那邊對面 所以對我來講 我每個禮拜三我就是走路就可以去上班了 那因為只是走過經過華室大概十分鐘 所以另外這樣的關係 我就可以每個禮拜三 從早上十點 大概到晚上十點 都在這個空間裡面 等於是我的office hour 那任何人他只要對Social Innovation有想法 又願意我們的對話被公布在網路上的話 那任何人都可以來找我 所以如果你對剛剛的那一整套 有什麼疑慮的話 任何人都可以找得到我 那我這樣子試行了已經半年以上了 那我一開始試行那個第一個月的時候 就發現說來找我大概都是住台北的 或者離高鐵站住比較近的人 他確實在區域平衡還是沒有辦法很具體的解決 所以我從那個時候開始到現在已經巡迴了四輪 就是去在各個不同的聯合服務中心 我實際去那裡 但是我去那裡 我當然不可能帶著十幾個部會 所有相關的朋友一起這樣子跑 所以除了第一輪真的是帶他們跑之外 從第二輪之後 各部會的那十二個部會的朋友就是在空中 然後我們就是透過遠距會議的方式 我可能在花蓮 然後可能在台東也有另外一個視訊的點 那我們就是透過這個connected room的方式 實際上在地的朋友們提出來的問題 我能夠去看到能夠去感受 但是各部會的朋友們也等於透過我的眼睛去看到 然後及時去解決 那每一個提出來的問題兩個禮拜之後 都會做出具體回覆 然後做成逐字稿 讓下一場的人能夠去取用 那兩個月之後我回到同一個點的時候 問題都要獲得實質的解決 那如果沒有解決的話 其實我也不知道會怎麼樣 因為大家都有解決 就是說這是一個巡迴的概念 當然我們理解到說 在我這樣子做了一陣子之後 我們新的就是賴院長也對產業創新 在做差不多一樣的一件事情 那我還是focus在社會創新上面 所以這是另外一個就是回答這位朋友的問題說 我們不是讓大家一定飛上網路不可 大家網路上可能開啟一個對話 但是實際去對話去聚焦 我們是會實際到地方去找大家 因為我有朋友想要知道說 Fintech發展底下 政府除了sandbox之外 應該有的具體作為是什麼 我自己的感覺是說 我們在做就是決策的這一層的朋友們 應該要多很多個人的檢驗 因為很多Fintech 它其實是體驗的改變 或者服務的這個優化 它不是傳統上說 你可以看一個產品 然後大家去實際秀在簡報上 或拿到大家眼前台灣精品這樣子 只是說產品設計它的型態 工業設計的這個型態 跟服務設計的型態 是相當不一樣的 服務設計的型態是 你要整合各個地方的各種player 然後你要體驗過一次才能夠去看到 所以舉例來講 像我們最近在推一個行動支付的這個行動車 但這個行動車跟大家想像可能不太一樣 它是這個一個天賦城市 然後它的這個operator是接賣者 接賣者大家可能有看過 就是它可能肢體有一些障礙 然後它賣的東西可能是口香糖或者是衛生紙 那為什麼大家傳統上覺得接賣者是所謂的弱勢 當時就是我們去找就是在地的 有一個叫點點山 它是做服務設計的這樣一個團隊 那點點山他們就發起了這樣一個計畫 叫天賦城市 他們就是透過服務設計的方法 實際去看接賣者目前的一些困難 好比像說很少人知道它的營運模式 所以可能會有些疑慮 好比像說它的互動性 它可能都是說先生小姐行星好 它不會給你一個elevator pitch 它不會有一個CRM系統在後面 所以就是說你跟它越互動 你也不會更了解它 所以它的形象就一直沒有辦法提升 那當然還有就是說它的supply chain management 可能也沒有這個便利商店好 所以它的衛生紙或者是口箱 它也沒有比較便宜 所以從各種角度來看 這個服務的touch point 都不會因為你越接觸感覺越好 所以我們要怎麼改變它呢 那其實在台灣有很多 我們現在叫做social enterprise 它的意思就是說它的business model裡面 就是要解決社會問題 它就是要有create social impact 那有很多朋友們像有個叫人生百味的 它就是去幫無家者、接賣者這些朋友們 去做職能訓練 讓他們可以穿得很professional 然後能夠去當導覽員等等工作 所以點點身就去結合他們 那又有很多做輔具的社會企業 那它可以把這個輪椅改裝成 看起來就很厲害的mobile station 可以有一個可以播廣告的螢幕 然後這個螢幕下雨還可以折起來 反正就是很符合人體工學 那他們又會去找 好像可能六月他們在台北市政府 就會有一個啟動的一個儀式 那台北市如果是能做公平貿易制度 他們就可以去幫忙 在supply chain上面去找一些 有social value的公平貿易的商品 咖啡、茶或什麼之類的 讓它在上面的產品更有特色 但是我這邊要講的就是說 當這種social innovation發生的時候 它去結合的 它不是只是說我要推行動支付 而是說我們用什麼方式在這個mobile station上 可以讓它變成提供服務 而不是只是好像受到照顧的人 所以他們就是透過crowdfunding的方式 在群眾募資的平台上面 當時要募80萬 很快就超過100萬 但是這有點像是那個 湯姆利險記裡面 七強的那個比喻一樣 就是說我付了一點錢之後 我就覺得我好像是stayholder 我有參股 所以就會大家在那個群眾募資平台上 他們不斷提出各種新的 就是說你看著這個mobile station 然後你想要去怎麼樣去適用 所以就有人說 唉台灣還沒有到的地方 它可以當中half spot 可以當中熱點 或者說如果你手機沒電了 你可以這個在那邊這個 它有三個這個街頭可以幫你去充電 那它一面幫你閃電快充 泡一杯公平媽咪的咖啡給你喝 然後你就比較了解它 然後這也是就是customer 這個loyalty program 那又或者說 它可以變成community center 就是它的車子後面可以掛 或者放一些愛心的雨傘 那它也可以變成一個rendezvous point等等 所以就是說透過這種群眾募資 它同時也在群眾募idea 那這個過程裡面 它會很自然變成行動生活的一部分 它就不是top down的去說 我們硬要對行動支付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它自然而然會發現說 手機在這種情境裡面 是比較好用的 比起現今要來的好用 那這個時候它就比較能夠成為 大家生活的一部分 然後真的變成是 有action delivery的一個方式 所以政府的角度 它就會變成是從 由上而下的去指定 某些地方做什麼 變成需求反應式 就是大家覺得政府 應該要解決哪些問題 我們再去解決那些問題 這樣子一種態度跟角色 但是我們反應速度越快 那社會上面 就比較不會有這種法規 可以遵循上面的一種疑慮 所以這不只是sandbox 而是每個部位都要有那種 OK我是一個NPO 那我有一些想要做的事情 那民間消費企業如果做得更好 當我的last mind 那我不要把它看成廠商 我把它看成partner 比較是這種服務設計的態度 在做這件事情 兩位朋友想知道說 AIoT的接續未來成業 介紹個資跟金流等等 企業是不是可能自行發展 不在乎政府法規 當然一方面是說 我們希望你還是有sandbox proposal 我們才知道法規要怎麼改 這是一件事情 但是另外一件事情是說 個資它並不是一個單獨的事情 它是有一個國際體系 所以說我們現在在國發會法協 就已經有一個GDPR因應專區 那個就是由國發會來帶領各個部會 目前我們學習圈裡面 大概有九個部會 去把我們在各自上面這個handling 跟歐盟的體系 還有跟CBPR APEC的體系 都去進行個案的這種梳理 所以以前的狀況是說 每一個主管機關 是自己的各自主管機關 是各自的DPA 所以常常你 當你的主管機關 有兩個以上的時候 他們之間會彼此吵架 這種很奇怪的狀態 但是我們現在就是 透過這種學習圈的方法 去讓國發會 當作這樣一個總收單的 這樣一個角色 然後慢慢把這種判例 建立起來 而且讓各個consumer 就是被你影響的這些利益關係 更知道說 在這種各自法的架構上面 他的權力是什麼 以及他的employment 就是說他有哪些工具 可以去請求這個 跟你的對話 我覺得這種對話的 accountability 就是一個問責 責性 當責 就是發生事情 從提出問題的人 跟從應當承受責任的人 這三個方向 講的這樣子一種 三方對話的這種概念 它比較是 未來各自有可能 落實的一件 一個社會情境 可能沒有辦法 是說行政機關 去幫consumer 去做所有的問責 幫這個 就是開發商 去做所有的當責 然後自己又要承擔 那個問責的機制 大概沒有辦法 集中在行政機關 但行政機關 是可以提供一個 有公信力的平台 讓這些對話發生的時候 不是只在一開始的 兩個人中間發生 而是讓所有人 都能夠去看到 去參考 那這個部分其實 國發會的平台上面 都有寫 所以在這邊就不太多說 但是我想這件事情 是很重要的 至於這個東西解決之後 我想自然如果社會需求 非常陰淺 非常能夠傳遞到國際的話 當然就可以成為 所謂的獨角色 或者可能一面是斑馬 就是照顧到 這個社會需求 跟這個個人的利益 但是一面又成為獨角色 這當然是最好的情況 因為事件關係 所以接下來我可能就 就是只能一兩句話回答 可能沒有辦法唸出來了 一個是說 我覺得目前大家 並沒有真的缺乏什麼 反而是這種 覺得我們缺乏什麼的 這種心態 我覺得是要 overcome 的 因為在AI出現的時候 我們會不斷出現新的領域 新的經過服務設計之後 綜合出來新的這種creation 那如果覺得說 我們只能在既有的 產業的分工 產業鏈裡面 去optimize 好比像說你的cost optimize 你的delivery 那當然AI也可以做一些 但它畢竟不會跑出 新的產業來 但是我們剛剛舉的意思 大概都可以看到說 它是結合既有的東西 冒出一些全新的東西來 所以這種叫做abundance thinking 那種叫scansity thinking 我們如果越是scansity thinking的話 那越不能夠去運用 這些新的AI技術 我們越是所謂 abundance thinking的話 就越能夠去做這件事情 那所以這個我覺得是一個 很具體的一個方向 那Asia SV的話 我想在這個關係裡面 我們就是扮演一個 不管是技術 人才 資金等等 我們以前就是外流比較多 對聯比較少 但是我們試著去create 這樣一個environment 讓外流之後 又可以對流回來 對流回來之後 可能就會比較多 像我們的四合議就業金卡 我們新的強創條例等等 這些法律上 我們大概該做的做 那接下來就是 如何讓世界各國知道說 你在台灣做social impact 的實驗 它真的是有相當多的資源 能夠去利用這個態度 那我想這個東西是 HRSV接下來會去做的 那AI的機會剛剛去做了 那我想就是說科技是這樣子 就是說如果你是反映實際的社會需求 你的innovation是跟著你的stakeholder network來 那這個時候就比較沒有辦法 你單一的技術被拿去之後 好像就什麼都沒有了這個情況 所以我想未來這個後面的 就是supply chain的co-creation 這件事情如果做得更好的話 它就越不會是關鍵的一兩個專利 如果被繞過了就沒有的這件事情 所以還是這個藏志愚民 但是這並不是說智慧財產權不重要 而是說你是繞著這個智慧財產權 如何去經營一個ecosystem 然後最後KJ想要知道說 這個大家很多人在國外工作 其實我自己也都是 之前都是幫西谷 或者是幫Oxford的公司工作 我不覺得這是一個問題 說真的本來世界就是平的 但是我們想要知道的還是說 如果人才覺得說他在台灣這個地方 他更能夠施展他的包袱的話 我們有沒有這個空間去給他們 所以我們在未來十年 我們會做的事情就是說 政府的角色會從以前威權時代 好像去指導大家一定要做哪些創新 反過來變成是讓創新者帶領我們 那創新者帶領我們的這個力道越強 從創新的角度來看 他就越願意去work with Taiwan 可能不是for Taiwan 但是從台灣的角度來看 政府也要知道說 我們不是work for people 我們是work with people 那這個概念的轉移 我想其實接下來在公務文化裡面 跟我們的教育系統裡面 都要齊頭並進一起去做的事情 那這個就是叫做Digital Transformation 這個是沒有捷徑的 所以接下來幾年就是跟大家一起 就是陪著大家一起做這個過程 以上謝謝